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了 见证了阿帕奇Double从孵化到毕业的整个过程 今天给大家带来有关Double2往Double3眼镜的路上 新产生的RPC协议Triple 在介绍Triple协议之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RPC协议对于RPC框架的重要性 RPC协议是RPC框架的核心所在 它对其重要性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介绍 第一个就是特性的支持 RPC框架的一部分特性是被RPC协议所影响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Double2中的Read-on-it事件 就是Double2中的协议所赋予event事件的概念 才支持的 HTTP2中的流控、go away等特性 也是HTTP2协议所赋予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性能 协议决定了数据是如何在网络间传输的 当网络带宽等因素一致时 根据RPC协议构成的数据包大小 以及编码、编解码、很序列化的速度 这两块就成为了发送请求和反围响应性能影响最大的两块因素 第三个就是生态 RPC协议是两端之间通信的基础 如果两端不能够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来对网络制节流进行读写 那么两端将无法进行正常的通信 而当RPC协议被广泛应用和接纳时 那RPC框架的生态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大 它能够连接更多的生态体系 比如说double2.x版本想要对接 set card f1 那f1也必须要能够解析double协议 第四个就是使用场景上 RPC协议它决定了RPC框架能否在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场景上使用 比如说windows、linux 这样RPC框架的使用场景也会变得丰富 double作为一个RPC框架 它的RPC协议到底是怎么样的 下面让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 double3版本以前double协议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张非常经典的double协议的结构和语意图 它描述了double协议中各个站位幅的一些含义 包括前面用于识别是否是double协议的魔术 比如说标志标志是请求还是响应的一个标志位 以及像event事件的标志位 包括心跳事件、滤动内事件等等 还有就是标识序列化类型的一个标志位 还有响应状态的一个标志位 那这些内容可以理解为是double协议的协议投入内容 而后面还有一些可变长的一些配偶的数据 其中包括服务名称、服务方法名称、方法参数等等 这个double协议伴随了double框架将近10年了 它有一些优点 同样也有不少的缺点 那优点在于第一点就是它的协议内容非常的紧瘦 协议投几乎是用bit来表示这些标志位的 而不是用byte而显得非常的紧瘦不浪费 第二个就是配偶的数据是具备扩展能力的 我们知道double协议它是支持 呃touchment的来实现传输 我们写的要自定义的一些数据啊 第三个就是double协议 它支持多种序列化的方式 而刚刚也从图中也可以看到 double协议专门为 呃序列化类型设置的标志位 来识别用哪种序列化方式来处理配偶的字节流数据 呃第四个就是 double协议它还支持一些特殊事件类型的一个请求 刚刚也看到了它为event事件设置的标识位 呃除此之外 double协议也有不少的缺点 呃第一点就是double协议它的通用性比较差 这也是私有化协议的一个困境 double协议是构建在tcp之上的 它是double框架自定义的协议 它并不像htb协议一样 已经成为了事实标准的一个协议 这带来的问题就是double在跨端 跨生态上面会非常的受限 比如说如果要实现浏览器 调用double协议的后端服务 那浏览器是不是得构建double double协议的一个请求 目前来看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导致double在实用场景上也很有限 第二个就是double协议的内容还不够精炼 也就是说它的消息体内存在一些农余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service name service method double version等等的信息在payload 以及attachment里面都是存在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协议兼容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double协议目前没有办法做到协议升级时候的一个兼容性 第四个就是double协议它的扩展性还不够 虽然它的payload具备扩展能力 但是在header上面 其实没有预留一些字段来作为header式的一个扩展了 第五个就是double协议的穿透性还不足 对于网关代理这些中间层 其实没有办法直接做到呃 直接拿到rpc调用所需要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在呃 网关城要做流空的时候 想要依赖于服务名 方法名等一些内容信息 那这些信息在payload的数据内 如果要做的话也需要做反序率化 会损耗延时 第六个就是呃 double协议目前已经没有办法支持呃 更多的一些特性 包括流空等等 当然这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扩展性不够 那么可能会有人问 为什么一开始double框架不选择用hcp 呃来看一下double框架的发展 和hcp发展的这个时间线 可以看到1997年hcp1.1发布 呃那个时候hcp的header还是文本的一个壳式 虽然可动性很好 但是性能非常差 而double在哈里诞生再到开源 都是以高性能的rpc框架为目标的 所以选择了自定义rpc协议的道路 而随着2015年hcp2才发布 呃此时double还处于停止迭代的一个状态 2017年才开始重启迭代 并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而2021年double 呃迎来了更贴近云远生的double3 呃从而才发布了triple协议 double虽然在2021年才发布了 呃基于hcp2的triple协议 但是早在2019年 呃double社区已经尝试解决 double协议面临的一个困境 当时呃在19年的时候发布了2.7.5版本 就通过引路的gpc扩展 呃来完成对hcp2的一个支持 所以double3是在云远生的背景下诞生的 而triple协议则是继承承承承承承了 double3的一个愿景啊 也因此得名triple 那么问题来了 呃 到底 呃triple协议 它是该如何去支持double3的一个愿景 而答案 是与云远生的一个生态互通 而我们知道gpc协议成为csf的项目之后 包括kubernetes etcd等 越来越多的一个技术设施和业务 开始使用grpc的一个生态 包括avion都 等都已经支持了grpc协议 double框架想要向云远生 靠拢 那triple协议就需要能够与grpc的生态互通 所以triple协议实现了完美的一个兼容grpc协议 呃triple协议它的client可以调用grpc协议的server 同样grpc协议的client也可以调用triple协议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知道协议互通主要是数据格式和语义上需要互通 由于triple协议和grpc都是在hgp2协议上面进行扩展的 所以数据格式上是互通的 关键在于协议to上面的一些内容 需要兼容和支持 但是在协议to上面的关系 是triple协议包含了grpc协议 grpc协议包含了http2协议 那我们来看一下triple协议的协议头 到底有哪一些内容 首先可以看到 首先来看请求头的一个区别 可以看到htt2标准的scheme authority path method以及content type te的grpc和triple都是支持的 而triple除了这些之外 因为它要兼容grpc协议 所以增加了grpc的accepter encoding 以及grpc encoding grpc timeout这三个协议头 除此之外 triple还有一些自己独有的一个请求的一个协议头 包括triple的一个service version 以及service group 以及consumer app name 那这三个也是对应了double 框架内的服务的一个版本 服务的分组 以及consumer的一个应用名称 这三个概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response 也就是显示头的一个区别 triple协议 它为了兼容grpc协议 同样支持了grpc status 以grpc message 这两个协议头 当然triple协议它的status 也就是状态码 跟grpc的状态码是对齐的 除此之外 triple协议还有一个独有的一个协议头 也就是grpc status details 它用于返回自定义的一些状态的一个数据 那这些目前就是triple协议头的一些内容 介绍完协议头的内容 大家应该对triple有一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triple协议到底具备的哪些特性 首先就是从triple的一个通用性上面来讲 这里罗列了四个词 跨语言跨生态 跨端以及跨平台 首先从跨语言上来看 因为triple协议它需要建议grpc 所以 并且它需要补足在多语言上面的不足 所以triple协议借助了protocol buffers 也就是以idl的形式去定义服务 那这样子的话 做到了跨语言的一个一个实现 第二个就是跨生态 因为它兼容了grpc协议嘛 所以它连它能够连接grpc整个生态 包括刚刚提到的连接云渊生的一个生态 那这样子的话也能做到了一个跨生态的一个能力 第三个就是跨端 因为triple协议它是基于hp2的 那hp2它作为适时标准的一个协议 在跨端的调用上是非常友好的 包括在移动端 web端以及现在的iot设备的一个端上面 都是非常友好的 从而使w3框架在triple协议的帮助下 能够满足跨端调用的一个需求 第四个就是跨平台 我们熟知的windows linux等等 那triple协议也能在这些平台上变到友好的一个支持 第二个就是triple协议的安全性方面 triple协议同样也支持了双向tls tls认证 提高了协议的一个安全性 并且triple协议也打通了double的那种tls的配置方式 就是让用户从double协议迁移到triple协议的时候 在tls的配置上会迁移会最小化 第三个就是从 呃协议的一个扩展性上面来讲 呃前面提到了double协议它是非常缺乏hiders的一个扩展的 那triple协议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triple协议的一个扩展实现上 结合double内置的一个tachment的设计 也就是隐私传餐的一个设计 加tachment内的内容 呃转化为hiders的内容 然后可以看这一张图 这张图就是从double协议到triple协议 tachment的一个迁移 目前tachment是支持object的类型的 所以tachment的转化为header 其实是有一些限制的 比如目前只支持那个字符串 然后number也就数字 和布尔类型 以及byte数组这四种类型 并且byte数组的话 它的真实数据呃会进行bass64的一个编码 然后最后通过us ask码进行转化为字符串 然后它的key也会带到一个杠逼印的一个后缀 对那这个是其中内置的 然后嗯 double的tachment 他其实不仅仅支持request head的一个扩展 呃因为他还支持了response的一个影视的一个 嗯 传餐也就是回传 呃所以triple协议在response的head上也得了也得到了扩展 也就是说通过response的一个tachment转化为response的一个header 那他的转化的一个逻辑跟request是一致的 那第四个就是性能上面 那triple协议可在性能方面做两个优化 第一个就是metadata和payload的一个分离 那triple协议具备穿透性 对网关等中阶层是呃非常优好的 呃可以看到这张图原来的double协议中包括service name method name方法参数等等一些请求的一些原数据 它都是在payload的里面的 那网关如果要拿到的话呃需要解析这些payload的数据 那并且呃他可能还要实现对应的一些序列化方式 这个又繁琐又有影响性的 那现在triple把这一些原数据都放在了head里面 呃 网关就不再需要解析payload来拿到这些数据了 解消了解剖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损耗 第二个就是性能上面优化就是payload的一个压缩的一个传输 呃 并且我们在那个上面内置了多种的一个压缩算法 包括呃 gzip bzip2 snappy等等 那当然除此之外 呃用户也可以自定义 自定义自己的那个压缩算法 呃因为很趋迫协议在这个压缩上面压缩算法上面开放了扩展点 然后能够通过他结合了wspr的一个机制 能够让用户轻松的使用自己实现的一个压缩算法 第五个方面就是易用性方面 triple协议在应用性上面呃花费了比较多的一些功夫 呃首先第一个内容就是他支持呃 java interface以及idl两种方式来定义triple协议的一个服务 还有他呃他还支持三种的一个triple协议的一个调用方式 首先这里把java interface和idl分开来介绍 是后续为了迁移做准备 对于java应用而言java interface的这种方式会更加友好 而对于idl的方式方式而言呃 让triple协议在多云上面的支持更更加的容易 而三种triple协议方式呃 这里通过三种场景来描述了他们 就第一种就是在consumer端 其实没有持有idl的一个原文件呢 也没有api包 这种一般出现的网关的场景 那triple协议其实跟double协议是一样的 都支持了泛滑的调用 在不需要任何的一个依赖的情况 就能发起对triple协议的一个调用 呃第二种就是没有idl的原文件 但他依赖了api包 这也是目前比较传统的一种使用方式 呃也就是说provid的提供api包 那consumer依赖了这个这个api包 第三种就是consumer的consumer 其实持有idl环境呢 呃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consumer他的一个调用 除了上述两种方式以外 他还做了多了一种stable的一个调用方式 那这三种调用方式后面 会详细的一个介绍如何使用 第二个应用性方面就是triple协议 他支持多种序列化的方式 这个也是跟double协议是一致的 他除了支持pb这种序列化方式以外 triple他还支持double目前moreland的序列化方式 就是hesen也就是hesen lite也就是hesen2 然后并且还支持json等 以及呃也支持用户自定义的一些序列化的一些方式 结合了double的spi的一个机制 这个也为triple协议的签移做好的固定 第三个应用性方面就是triple协议支持多种的那个请求通信模型 呃原来的double协议支持呃request response请求模型 和ebo请求模型两种 那triple协议除了呃支持这两种模型以外 还新增了流逝传输的一个模型 呃包括client streaming server streaming 呃bedlocational streaming 呃等等呃分复了double框架的一个请求模型 当然他也丰富了double框架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场景 让比如说double框架能够在大量数据的一个传输场景 得以更好的一个支持 比如说文件传输直播等场景的应用 呃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应用性方面的增加 triple也开放了多种的协议的一个配置 呃比如说windows size啊 也有hgp2的一些配置 包括max的frame size等等配置 那还为triple协议增加了内置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设计 目前增加了健康检查以及server 嗯replication的一个一个两个服务的一个能力 那呃健康检查的一个能力是为了用于探测 triple协议服务的一个健康状况 server replication主要是运用于 比如说接口测试啊等等 呃就不用依赖于idl 目前他也可以直接用jpc的cli 然后对triple协议进行服务的一个测试 呃还有就是啊 triple协议它无份对接了double内部的服务治理的一个特性 包括路由策略负载均衡策略等等 还是底层的一些现成模型等等 那总结来说呃 triple协议相对于double协议而言 他在这五个方面都得到了增强 也就是说通用性 扩展性 应用性 安全性以及性能上都有都有不定的一个增强和完善 那么对于呃呃 double框架的新老用户而言 啊 他是该如何去使用缺迫协议 或者说double协议该是如何迁移到缺迫协议 而下面呃分为了存量服务和增量服务两个方面来介绍就是如何迁移 呃存量服务指的是呃现有的一些应用他所具备的一些服务 呃这里更多的是double框架的一个老的用户 呃他们都现在目前还在使用这double协议 呃增量服务主要包括呃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现现有的那些应用需要新增的一个服务 这更多的也也指的是double框架的一些老用户 那另一种就是完全没有揭露过double框架的呃 并且想要揭露缺迫协议的一些应用 那么首先呃我们来看存量服务他是如何做迁移的呃 可以看这张应用协议的整个迁移的过程图 就是呃初始状态其实就是consumer和provider都是double协议 呃然后第一步的话我们需要在double的呃 也就是说应用的那个provider的那个端 暴露double和triple两种协议呃 此时consumer还是double协议 也就是说在生产环境上 consumer还是以double协议调用provider的 但是呃provider他已经暴露了double跟triple的两种协议了 然后呃第三个阶段呢就是consumer他要改成triple协议 这里为什么consumer还是double加triple呢 因为一个服务他不一定只有一个consumer 他可能有多个比如说库存服务 呃商品服务也依赖库存服务 订单服务也依赖库存服务 那可能其中我们是有一个迁移的一个中间tai的 然后呃 此时比如说consumer已经迁移到呃趋破协议 但是部分的一个consumer还是double协议 所以这里是consumer还是double加趋破协议的一个状态 呃第四个阶段也就是说达到了consumer的一个中态 嗯consumer所有的呃都已经迁移完了 也就是他达到了一个triple协议的一个状态 呃此时provider的所有的consumer都迁移完之后 呃provider他还是double加triple的一个状态 但是consumer是呃趋破协议的一个状态 然后最后一步就其实就是provider他要去掉这个double协议呃 来到了就是所有都迁移完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consumer跟provider都是趋破协议的一个状态 这也是呃这也是我们整体迁移完的一个一个状态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这张就是协议的在协议过签移过程 中的一个中间态 那可以看到这里provider他暴露了double和triple两个协议 并向注册中心注册了呃这两个协议的一个实例信息 那此时有一个有两个consumer一个是consumer 他他依赖于provider的一个service2的一个一个一个服务接口 然后consumerb他依赖了service1和service2 那么在迁移的整个过程中 比如说service2他还是通过double协议在调用的 那consumer consumerb里面他其实是根据 他的一个service2已经迁移到了triple协议上 这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中间态 然后可能consumerb他还有依赖其他的 所以他可能会double协议跟triple协议是共存的 对这就是整个迁移的一个中间态 那么下面是一个迁移的一个事例啊 这个事例在我们的一个double samples的一个仓库 应该是double的一个主仓库里面 他的一个demo里面 大家也可以在手动的去改一下 然后去尝试一下 就这个是provider他配置新的一个取博协议 也就是说非常简单就是在呃 在里面把double和triple协议暴露出来 然后第二步其实就是呃 在对应的服务上面加上自己暴露的那个triple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已经达到了刚刚提到的 呃第二种状态 就是说provider暴露了double跟triple的两种状态 两个协议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consumer他可以配置了 那consumer的话 呃这里也暴露了double跟triple协议两两个 然后从double协议直接迁移到triple协议就行了 那么在上线的过程中 嗯double的这个consumer 他就能够直接通过triple协议进行调用了 因为在provider他已经暴露了triple协议的一个呃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能力 然后呃如果如果能确保呃 如果能确保provider所有的consumer都已经 都已经都已经改完了 也就是说这个应用内或者说这个进程内 已经没有说已经要发起double协议 调用的一个情况了 那这里呃在第一张图上面其实也不需要再呃新增 可以把直接把double协议的直接剔除掉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呃然后这个事例的话是在呃 大家可以操作double主仓库doubledemo里面 有个sputing boot的一个呃呃 子子模块里面 大家可以去改一下尝试一下 然后这样子的话 在调用的时候就会改为triple协议的调用了 然后就是增量服务 那增量服务面临的问题就是两个嘛 就是provider如何去定义triple协议的服务 以及consumer如何去定义triple协议的一个服务 首先第一个provider逻辑定义刚刚提到了就是呃 double框架它支持两种方式 java interface和方式来定义triple协议的服务 以及idio的方式来定义triple协议的服务 那java interface的方式呃其实很简单 就是刚刚事例里面呃 把那个double的协议暴露改为triple协议就可以了 呃这是呃原来的那种方式 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那第二种idio的方式呢 这里稍微展开介绍一下 呃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在卖文中配置一个double compare 呃也就是说 double自己做的一个呃 一个compare的一个插件 然后去做triple协议的一个生成 包括可能后期的一些stab的一些生成 都会在这里面呃去支持 那可以看参照这上面的一个maiwan的一个配置 当然这个配置大家也可以在 我们的那个double samples里面 里面有一个double samples triple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后第二步就是编写我们的那个idio文件了 啊 idio文件 这里举了个例子啊 这里 samples里面下面有个 greet的一个greet的一个 嗯 protocol的一个一个文件 然后他是以pb的语法的三 嗯 第三个版本来写的 那第三步的话就是我们直接编译就行了 maiwan clear compare 啊 然后编译就可以了 然后此时就会把 嗯 嗯 idio的一个原文件 它会转化为java的一个语言的一些接口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这张图里生成的 这些内容 那第四步就是我们实现对应的一个服务的接口就可以了 嗯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那个samples下面的这个实现的一个 案例 然后第五步的话就是把producto配置为triple 这样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就是通过idio方式来做triple协议的一个定义了 然后呃下面就是consumer如何去调用triple 就是通过协议的服务 刚刚也提到了三个场景嘛 consumer不持有idio原文件 也不依赖于 API包也就是放话调用 然后还有就是不持有idio原文件但是依赖API包 然后还有就是consumer可以用striple的方式来调用 那接下来分这三个也来介绍一下如何去呃配置 首先第一个consumer不持有idio五元文件 那这种方式的话 呃也就是放话调用嘛 这里是用API的编程的方式去揭露的 并没有用xml或者说是 和我们数字的property等配置方式去揭露的 然后这个也在我们的double 那个samples的那个triple下面 然后呃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方式 其实呃包括这里的interface以及 呃他的一个请求的一个参数 都是没有都是不会依赖于呃provider的那种API包的 当然包括他这里也不会持有idio五元文件 也就是通过放话调用 也就是通过invoke的方式直接调用的 这是第一种配置 这是第一种配置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呃 consumer他不持有idio元文件 却依赖于API包 这种是大家比较呃 比较普遍的一些用法 就是现在double协议 所以大部分都会用这种方法 也就是说像这里的一个呃 gritty的gritty的一个呃API 这里可以看到这里的set interface里面 他会依赖于那个呃 那个原文件也就是说API的那个包 然后呃包括他的一个请求的一个参数 也会依赖进来 然后这是第二种方式 然后第三种方式 是是持有idio元文件的 那这里除了前面两种 当然持有idio元文件 你也可以使用 因为呃在consumer端 你如果持有idio元文件 也可以在consumer端直接通过我们刚刚的那个 double compare 直接编译出来对应的接口 包括请求参数的一些类型 这些都能够编译出来 所以也能够通过API的方式 呃也能够通过泛化调用的方式 当然他还新增一种就是stub的方式 stub的方式一点区别不一样 就是呃 你需要设置proxy 嗯proxy的话 需要设置一个native stub 也就是在这里呃 设置完以后 我们在打拨框架内在执行的时候 就会拿idio元文件生成的一个呃 stub去直接发起交用 这是三种consumer的一个方式 那整体的迁移就大致介绍到这里 最后一趴就是 嗯tube协议 未来的一个规划 那呃 首先tube协议它本身的规划 我们是会继续的一个 呃 巡检达部框架内有价值的一些特性 那也就让tube协议对接这些 有价值的特性 并且围绕取破协议支持更多的一个服务化的一个能力 第二个就是 呃开放更多合理的一些配置 呃提高用户的体验 满足对呃协议的配置一些不同需求 包括比如说我们会开放 呃开放一些hgp2上面更多的一些协议的一些配置 那第三个就是开放hgp2协议上面的一些更多的一些特性 那先目前的话 只是用了基础的一些gp2上面的一些特性 后面还会包括比如说流控等一些内容的开放出来 然后呃这是tube协议上面的一个规划 然后 还有就是对于呃 double框架本身的rpc协议的规划 当然tube协议作为double3后面 我们主要的主推的一个协议 所以呃跟它也关系非常大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呃多协议上 将做到端口复用 目前double支持非常多的rpc协议啊 因为它的扩展能力呃非常的强大 而呃应用想要用多协议的时候 只能不断的开放新的端口 包括呃 比如说刚刚我们在歉移的时候 他要同时暴露double协议跟tube协议对吧 那其实端口就要暴露 20880跟5005聊 这样一个默认的两个端口 对吧 那除此之外 qs端口还有呃 222就是5个2 然后未来可能还有一些能力 那我们希望的是把这些多协议做到端口复用 也就是说 在某一个端口上面 然后来支持说呃多种协议的一个解析 嗯 这样的话会能够加快 比如说方便我们整体的部署以及运维 然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节省呃 资源的损耗 因为呃开端口涉及到就是我们要做 比如说nate的一个server一个创建 然后这里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达伯山 以及triple协议的一个建设的整个讨论中来 然后呃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